你有没有尝试过这样一顿饭 走进餐厅不是先点菜 而是先挂个号把把麦 然后来一碗六升军为药饮的手工荞麦面 再配一份佛林鸡蛋奶和山药煎饼 然后再喝一杯现熬的酸梅汤解渴 餐后再享用一杯免费的秋季润肺茶 离开时还可以带几壶酸梅汤的配方 这是一家火爆全网的中医馆 据说馆内的烟火器处处弥漫着浓郁的中药味 前来排队打卡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而这也正是我们文化自新的展现 这里的菜肴都是根据皇帝内经 药师同源的法则制作 之后再根据二十四节气来制定餐食 这不仅有助于脾胃消化 还有减肥酱糖的功效 很快这家中医馆便在网上 引起了一番中医热潮 这也让网友们感到惊讶不已 这不就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药膳吗 甚至还有网友直呼 希望能多开几家连锁店 这笔预制菜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不得不说中医是我国刻在血脉里的文化 人人几乎都知道神医匾鹊 华佗和李时珍 也都熟悉本草纲目 千金方等医学祭典 这近年来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再盲目的崇拜西医 要知道西医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两百年时间 而中医药文化则有几千年的传承和根脉 因此我建议每个人都要学习一些中医常识 我们只需要去掌握药师同样的原理 结合食物调养就能健康养生 实际上中医药膳早在汉代就有所记载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药师同样的中医药文化 已经深深的融入到每个人的饮食生活当中 药膳养生调理的奥妙无法言传 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三本 民间饮食的养生菜谱 这些书都是根据中医药方进行改编 这整套书按照不同的类别进行了科学的分类 并详细地标注了食用方法和用量等信息 无论你身体哪个部位不舒服 我们都可以像茶字典一样去翻开这本书 找到对应的方法 而这些宝贵的配方 也都是由我们的祖先所传承下来 无论老人还是小孩也都能受益 我建议每个人都能收藏一套这样的书籍 一方面可以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这另一方面也能延续 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医文化 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医生